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后你就可以重新进入我们的银行网站 OK 我们就去到第一个step 首先我们要去到Maybank2U的网站 所以就是www.maybank2u.com.my这个网站 OK 过后我们就要去到下面这个选择 Forgot Login Passport 就是username的下面这个字 Forgot Login Detail 你要按它 这边就会出一个图 就是说有三个地方你要填的 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你的debit card debit card就是你的ATM卡 所以第二个就是你要填入你的ATM卡的16个数字 第三个格子就是你要填ATM卡的密码 就是6个数字 每次我们去提款机提款的6个数字 过后我们就按submit 按了submit它就会出一个图案 就是说这边就会注明你的名字 你是某某某 James Bond还是谁 过后你的之前的username是什么名字 它就会写在这边 如果对的话 你就按下面的resetpassword这个键 所以你按了这个键 它就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另外一个页面就是你要重新填你的新的密码 这里就是重新设置你的新的密码 这里你要注意你不可以从用回旧的密码 这里必须要填入新的密码 是要必须8到12个字之间 要有英语字大写小写有数字 还有特别的符号 简单号猫号多号之类的 所以不可以有空格 所以这边两个你就填两个重复的密码 过后你就按下面这个requestotp 请设这个键下面 按一下 它就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下面这边就就会有一个空格 就是你输入你的手机会收到一个六个数字的密码 让你去确定你要更改这个密码的 所以你要key那个手机六个密码 你key了你就按confirm OK按这个confirm 它就会跳跟你说你的密码已经成功了 so这个就是这么简单来重新设置你的密码 ok thank you goodbye by bwd6 感谢观看